新一代设计展 由经纪部工业局主办的新一代设计展 已经迈入第32个年头了 自1982年开始 到今天 已经是全球规模 数一数二的设计省会 十分受到国际设计界的瞩目 而所谓的YODEC 是取其缩写 《Young Designer Exhibition》 属于年轻创作者的展览平台 每年的参展学校及学生 无不全力以赴 在这个能见度最高的舞台 展露自己的实力哦 今年国内参展数量为58校 131系 并由来自六国20间学校 一共超过8000位学生参与省会 一起在这个毕业生至高无上的舞台 绽放光芒 争取属于自己的荣誉 本届的主题 Have A Sweet Dream 配合薄荷糖的象征 鲜艳的视觉 代表着各种琢磨思维 在前进的路上 给予学生 新一代设计展的一个主题 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期待 新一代设计展 赞 而在四天的展演期间 展出了世贸衣馆和三馆内 传统强权名传 辅大和实践等学校 维持一贯尖端创新的风格 并以学校悠久的传统作为后盾 带给观众目不暇起的惊奇饗宴 拆开的段带之后代表着 打开礼物的一种感受 在口碑和参观数量上 丝毫不逊于几间北部学校 呈现了台湾设计科系 遍地开花的荣挤 天主教五人大学 音乐委员是职人志 恭喜 我们这一组的题目是职人志 职人就是对专业技术从业者的一个尊称 然后我们当初发想 就是希望透过幼云被小包 让职人的精神被看到 虽然新一代就只有短短四天 但是不管是设计师或是一些老板 他们都会来这边看 然后就是透过在这四天 然后就是可以让我们也接触到 然后这些业界的人物 然后可以有一些实质上的互动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奖项只是一个开始 而我们衷心期盼这些新人 在投入就业市场之后 能继续发挥创意 挥洒热情 在设计文创的市场上 持续扎根 将台湾的软实力 宣扬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